允许动物进入他们诊室的医生不多 但这位智利的儿科牙医说 当他给自闭症儿童看牙时 狗帮了他大忙 比方说这些儿童大多不愿意进入牙科等待室 因此让他们感觉不孤单 并且与狗产生融洽的关系帮了我们的忙 这些孩子们就可以心甘情愿地进入牙科诊室 多亏了这只名叫祖卡的黑色拉布拉多群 今年9岁的迭哥·罗萨雷斯 不再像过去那样尖叫并咬牙医的手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让医生给他看牙 以前我们得向他撒谎说 我们去看电影 我们去这儿我们去那儿 但是现在不用了 他会主动问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牙医啊 以及他们什么时候给我看牙 训狗师劳尔·瓦雷拉的儿子 也患有自闭症 他说当他儿子得到一只狗后 病情出现好转 使他萌生了提供犬类医疗助理的想法 我当时真没想到我们会做出一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 这么做的初衷只是为了帮助我儿子 后来你看到有更多与你有相似经历的同路人 开始对你说 请帮帮我 瓦雷拉现在有六只治疗犬 他们都受过训练 可以平息牙科诊室里那些焦虑不安的喊声 安抚自闭症儿童 避免他们做出冲动的举动 瓦雷拉说 她蒸蒸日上的生意就证明了 狗的陪伴可以缓解紧张情绪 甚至对坐在牙医的治疗椅上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美国诗音记者普利奇 华盛顿报道